实际上并不是没有西方国家愿意向巴基斯坦出售战斗机,而且巴基斯坦空军历史上,现在都是一枚欧国家的战斗机被主力装备,目前巴基斯坦空军的主力仍是美国的F16系列。 早在上个时期八十年代,为了对抗入侵爱富汗的苏联,美国通过和平门计划一,向巴基斯坦交付了40架F16,其中包括28架单座型F16A,12架双座型F16B。 这次十架F16成为当时南亚支持最先进的空中力量,击落了很多苏联军机,包括米格23战斗机,巴基斯坦对F16非常满意,后来了又增加了71架订单,分别是和平门计划2和和平门计划3,其中巴基斯坦已经就其中的28架F16支付了有85亿美元的货款, 但是由于燕巴和实验,燕渡和巴基斯坦遭到美国制裁,美国停举向巴基斯坦交付F16911事件后,为了取得巴基斯坦对几番控战争的支持,美国又向巴基斯坦出售了18架非常先进的F16B2系列。 就是上途中的F16系列,外观上最显著的特征,就是加装了几倍宝型邮箱,目前这些F16是巴基斯坦空军的新投手。 此外,巴基斯坦还冲约在手里,购买了十几架二手F16,除了每只F16,巴基斯坦空军目前还装备了一些法制幻影五分之三,数量大约在了一百多架。 巴基斯坦的幻影系列飞机大部分,也是从阿拉伯国家和澳大利亚的搜刮来的二手货。 在勤俭节约,一分钱都被摆成两半夸的巴基斯坦空军手里,还在发挥着不小的作用。 在中巴空军的雄鹰系列联合演习中,幻影系列频频出镜,在战斗素养一流的八方飞行员的驾驭下,在空战演练中,压制了中方的尖机系列。 对于一美国空军词向建军的巴基斯坦空军来说,他一直想寻求购买西方战斗机,尤其是美军战斗机。 巴基斯坦空军无数次地表达了只想购买F16系列的意愿。 但是为了如愿,巴基斯坦目前买不到西方战斗机的原因,主要有以下两个。 1. 穷。 巴基斯坦虽然是个大国,但是也是个穷国。 巴基斯坦2016年的GDP才2789亿美元,跟我国的江西省差不多,而且巴基斯坦有接近2亿元人口,人均GDP才1400美元,是个非常贫穷的国家。 而且,巴基斯坦近来经济出现崩溃的迹象,外汇储处倍大幅减少,资本外逃,债务违约的风险甚至高于委内瑞拉。 巴基斯坦每年军费才100亿美元左右,这100亿美元要均匀地用在陆、海、空三个军中的建设上。 而且巴基斯坦还要维持一直规模不小的核力量,花费也非常大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巴基斯坦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购买昂贵的美质战斗机。 实际上,巴基斯坦的大俄军歌一直靠援助,这种援助分两种。 一是来自沙特、阿联修等台湾附约产油窝的援助,比名中巴乡龙项目中,巴方出资50%。 这比出资大部分来自沙特、阿联修美国为了拉拢巴基斯坦进行反恐战争给的援助。 高峰时每年高达20多亿美元,巴基斯坦近年来购买的F16和AHEV5装置升机就是依仗美国的军援。 特朗普上台以来,美国指责巴基斯坦反恐不力,减少甚至要连续消对巴基斯坦的援助。 二、印度的反对。 相对于巴基斯坦,印度无疑是对美国更重要的战略伙伴,而印度对美国、欧洲等国的影响力更大。 近年来,印度与美国、欧洲防务上的合作非常密切,连续签订了几个防务大单,比如阵风战机、博赛东反前机、C17、C130运输机和支弩盖直升机等项目。 甚至美国还一直向印度推销F16战机。 在这种情况下,巴基斯坦在从美国购买F16的可能性几乎为例。 前几年,巴基斯坦向美国提出购买八架F16Blog2。 巴基斯坦虽然穷点,但是八架F16的钱还是能掏出来的。 但是在印度的强烈反对下,美国国会没有同意。 在上述两个原因的作用下,巴基斯坦空军获得了西方国家的努力一直不顺利。 所以八方才把目光投向了,物美价廉的中国战机。 巴基斯坦方面最早装备的战机是J6,是在八方英和计划,遭到西方制裁的情况下的应急之局。 但是在技艺高超的八方飞行员,手中J6取得了不错的战机。 后来的坚持PG项目,又一次证明了中国的战机也不错。 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骁龙项目。 骁龙项目是中巴合作的典板,但是需要说明的是,骁龙战机一直都不是巴基斯坦形营的战机,只是与F16进行高地搭配的低端战机。 对于巴基斯坦来说,他还是想要F16,甚至坚持也看不上,只不过巴基斯坦心比天高。 但是囊中羞涩注定了他命笔纸包,关于巴基斯坦进来的战斗机采购计划,还是以从阿拉伯兄弟那里采购二手飞机为主。 一是从约旦手里再买15架F11,二是从阿联球手里买一批幻影,2000年9月。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巴基斯坦购买卡塔尔幻影,2000年9月的项目。 这批幻影2000年非常先进,只不过狗大富有了F15FG,战风,台风之后立马先人胜救人了。 但是对于巴基斯坦来说,这批幻影2000年9月是顶级装备了,而且巴基斯坦有着丰富的持有幻影系列的经验,比准看好这笔交易的前景。 但是最近刹策,阿联球与卡塔尔关系破裂,使得这一交易中断。 至于巴基斯坦与中国合作五代机项目,部分中国证明一厢情愿的认为,将以FC31为基础进行研制。 但是巴基斯坦方面从来没有在官方层面,表达过对FC31的兴趣。 至于斯坦怎么发展,我们拭目以待,巴基斯坦最想要的肯定还是F35。 但是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,巴邦基本没有机会。 反正是在去年代中巴雄英联合演习后,中方向巴邦赠送了J-20的模型。 看看巴邦飞行员的眼神,就知道巴邦对这款飞机的渴望。 但是,在十年之内,J-20没有出口的可能性。 鉴于小龙项目的成功,由成非操刀的单法版J-20,成为巴基斯坦五代机的可能性也不小。 个人觉得,这个东西比FC31要靠谱一些,前提是波扇15进展顺利。 最近巴基斯坦还传出要购买Z35的消息,但是笔者觉得可能性不大。 可能就是俄罗斯为了刺激印度放出的假消息而已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c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